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LAYO 了世紀 今天是劉骨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為驚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 紅方選擇的文明是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鎧甲 每一點一擊都是給雙倍效果的 而且他的奴砲造價非常便宜 每一個奴砲只要30塊錢 而且可以受益於彈道學的效果 那羅馬人的奴砲還可以點一下野戰軍 增加一下這個攻擊速度 那羅馬人的打法比較偏向步兵跟騎兵作戰 攻兵路線稍微不行 沒有三級射也沒有強奴 後期羅馬人需要用到弓箭手的情況 通常都是直接出奴砲比較常見 那羅馬人他的最強大的東西還是步兵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把MBL會怎麼打羅馬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微技能 那微技能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輪軸技術免費的 手推測也是 所以微技能在開農階段來說 他是比較有優勢的 也可以說是經濟最好的一個文明 但微技能他後期的科技非常不足 沒有品種也沒有大洛馬 而且沒有三級馬太 後期沒有火槍火炮 那也沒有重型投石車 這是微技能非常可惜的一點 但微技能他本身是有這個強武可以用的 但是沒有拇指環 但有微技能皇戰士幫 可以讓強武的傷害高達11點 那後期的弓箭路線 還算是可用的 算是堪用路線 那主要還是要打他的步兵路線 有血量加成 那微技能的步兵呢 算是比較偏好用的 但步兵這個單位在斯蒂國裡 還是要到地龍世代後期 比較常出現 好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都是一個步兵文明 那魯瑪這邊是步騎文明 那微技能這邊是步攻文明 那步兵對決呢 我覺得都是蠻好看的 因為打法來說 不會一堆騎兵在那邊亂竄 都是步兵要先思考後怎麼A過去 好MBL這邊偵查一下 那這邊微技能藍方是HOT 兩邊的選手都是前提上常見的 那來看一下這邊 這裡是不是有個洞呢 沒有這邊是高地 所以看起來是有洞 但其實沒有 好羅馬人這邊已經點下了軍營 要不要打棒棒呢 這邊按棒棒的話有點太慢了 那要不要再補一下 還是決定不打呢 他這張地圖有點算是半天圖了 那為什麼是半天圖 他沒有石頭在裡面 如果石頭也在裡面的話 那就是天圖中的天圖了 那這個情況來說的話 算是還不錯的圖 那如果對方打塔攻 打塔攻的話是很難去對塔的 所以沒有到完全非常天 而且墓區只有兩片 沒有到三片墓區 好 那我覺得算是偏小天 好 那羅馬人決定還是要來打一個棒棒快攻 那微技能證明是直上工兵 但你看這個棒棒就算這個時間按出來 微技能早就已經有對應方法了 工兵已經第一次在按了 所以說這裡按棒棒可能做到的 能做到的事情可能不多 遇到弓箭手可能還是要拉打一下 甚至有點被壓制住的情況 好這裡由於黃金不夠的關係 趕快去按個毛病 然後待會再挖出45塊黃金 好就可以繼續按弓兵了 好這裡補個房子 後面要點下一集農田嗎 然後來灑農田 這裡還有一隻藥 可以再吃一陣子 好 兩隻弓箭手要往後撤 這邊高打滴 刺猴打輸 哈特這邊打輸MBL的羅馬步兵 啊 羅馬刺猴 尷尬了 好 高打滴反手回去 結果我沒有打成啊 好 那哈特這邊細節也是做好 點下了一集農田 那MBL這邊是先點下一集農田 先穩住農田的肉量 再去點這個一集伐木 因為這裡的肉可能會很不足啊 好兩隻弓兵過來 點下一集伐木 MBL這邊的升級比較彈性一點點 好 那點下一集伐木之後有一集農 現在這邊要撒農田 就可以撒農田 但現在農田還不需要撒 因為這裡還有一隻羊可以慢慢吃 吃完之後再去撒農田就行了 好 MBL這邊的棒棒已經 沒有辦法繼續壓制對手 所以這棒棒真的是 什麼事都做不到啊 按的時間真的是太慢了 想說20匹上去 還沒有馬上點棒棒 那就是沒有要打了 結果硬要打的結果就是 做不到任何的事情 好這邊毛兵出來 第一時間反擊攻兵 攻兵血量很殘 直接被收掉一隻 第二隻毛兵也出來了 攻擊手要拉打嗎 這邊細節操作很困難喔 要把工兵去打棒棒 那毛兵要去打對方的毛兵 這個操作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工兵要一直往後走才行 那麼毛兵有機會就往後打一下 對方的毛兵收完工兵才能做事 好 MBL這邊把對方的工兵全部收掉之後 趕快把毛兵往回拉 但是棒棒也是想要追毛兵 但毛兵有這個射程優勢 所以追起來還是有點困難 好這邊高達第一 好再次激活一下 好現在變成毛兵大對決 好應該就是小打小鬧了 這個棒棒打完就差不多了 好MBL這邊沒意外的話 會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黃姬待會趕快補個採礦的地 就差不多了 好這裡毛兵有六隻 好這裡毛兵有六隻 這裡有九隻了 那MBL這裡的毛兵雖然來到了八隻 有轉出了一些肉麻 兩隻肉麻轉刺猴 那MBL這邊轉刺猴會有點危險 因為HART這邊是直上城堡時代 那就要看這些刺猴能不能做到一點事情 等打出一些經濟差距來 這個肉麻才有出的有價值 不然時代落後有點多會很難打 好這一波上來 槍兵第一時間被擊火掉 毛兵趕快輸出 刺猴趕快上前去扁這些毛兵 後面的村民過來幫忙勸架 不要再打了 這裡不是練武士 勸完架之後再把這個村民拉回去 槍兵再次登場 那這邊第一次要把槍兵給收掉 看HART這邊的毛兵數量其實不夠多 而且又升城堡時代有點有壓力 這裡趕快轉一個馬舟出來 硬戰一下 槍兵戳一下 戳到一槍不錯 能戳到一槍就是好槍兵 好第二槍也戳到 好但是現在很明顯 這邊已經打不贏了 這裡只能被迫收村 好MBL這時候才去補下織布技術 哇這麼偷的 好點個織布準備來升城堡時代 那MBL看到對手HART這邊的兵力這麼少 應該是有意識到對方已經點城堡時代了 好那這邊硬點城堡時代下場 HART這邊是直接爆炸 紅田都被控住 但還好這邊再蹭一下 待會騎士出來就可以解圍了 好右邊這裡有點尷尬喔 上億人都在這裡伐木 上面沒有伐木場 MBL應該覺得很奇怪 繞了一圈你的伐木工在哪 這不對啊 這不對啊 沒道理 要不要往後再看一下 不覺得後面有點涼涼的嗎 不覺得後面有一些伐木的聲音嗎 MBL沒有感應到嗎 他不會覺得很怪嗎 按你的伐木工咧 好這裡槍兵 哇沒有收掉 上前收掉殘血了 所以肉麻上前高打第一站 但是肉麻數量差太多 完全打不贏 HART這邊的軍事 直接往上貼 出了一堆肉麻 好轉出騎士 這邊直接用槍兵配上肉麻 直接收完剩下的毛病 MBL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好一分半 這一波直接送光 所有的兵力也沒有讓他收穿 有點可惜喔 因為這一波在這邊拖越久 越容易被對方打一波帶走 所以我覺得 這邊還是要趕快往下去繞一下 讓對方有收到村喔 或是該繞到一下村民就有賺 好 當然不管怎麼說 這一波正面打完之後 MBL 還沒有輸 雖然看起來HART這邊是優勢非常巨大 然而事實上呢 也是蠻巨大的 因為他已經有免費的手推車了 這個經濟喔 直接起飛喔 然後開下3TC 好這個3TC開下之後經濟就會很好 來看一下現在微技能經濟贏多少 喔結果羅馬人 現在還贏了1000經濟阿 沒想到MBL這邊經濟控的更好 有可能是這邊剛剛收村喔 讓他經濟有一段時間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好周邊這裡有補了兩個馬舟準備出騎士 好騎士開始量產 HART這邊也準備好應戰了 轉出了森旅 後面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那待會TC也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喔 上個TC都不在後方 或是直接開在右邊這個空曠的地方 那這個高地喔 勢必要插一個城堡來防守 或是直接把寶插在前方 這裡怎麼看都不太好守這個前面的主石喔 那他的副石待會要控一下 不然待會羅馬人的城堡很難出 好那兩邊都是走一個騎兵路線 那兩邊都是步兵國 那都走騎兵 那羅馬人實質上來說也是個馬國 他的百夫長需要大量的城堡才可以量產 好羅馬人點下了二級色 戰毛兵也升級好了 好MBL這邊是決定要打一個騎士配戰毛的路線 那維京人這邊是轉出了投石車 而不是奴炮 好後面這一頭臭命中人被發現了 MBL終於感應到了 你的伐木工果然是在後方啊 既然前面的墓區都沒有伐木工 那就在後面了 這裡這一波還抓到一些不錯 哈特這邊手推車 現在經濟非常優勢 羅馬人這裡還沒有上手推車 哈特這邊經濟做得更好 MBL喔 還是比較偏強軍師一點 現在是雙TC轉3TC 但是村民處已經被維京人給領先了 哈特這邊是希望用三旅去招搶到兩隻騎士 用這個騎士去解對方的戰毛兵 或是騎士 或是這個刺猴 所以他為什麼這邊敢往前走 就是這個原因 那這邊勝率要小心一點喔 不能走太快喔 如果突然回頭 戰毛兵就有一個回頭反殺 有可能 好回頭反殺了 這裡要小心 OK 投石車給掩護 好 圍巾還沒有升重裝長槍兵喔 好 生旅招一下 這邊有四爺把對手逼到角落 刺猴想要去砍掉這兩隻生旅 然後被逼到最極限的這兩隻騎士 可能要刪除 這來得及跑得掉嗎 好像可以 但是這個選到槍兵的關係 所以騎兵的移動速度 被稍微下降了 上面的戰寶兵 遇到兩個投石車 生旅過來想要招 但是往回招搶的槍兵 這裡對著生旅應該是倒不掉 這裡直接把他打造了騎士的身上 騎士兩隻趕快上前衝鋒 想要解除掉 投石車 結果被後方的生旅給招搶掉 最後是一隻騎士被砸死 一隻騎士被招搶 後面又採出了更多騎士 來解掉這些戰毛兵 MBL後方又派了一對騎士過來 看起來哈特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這個細節解圍 不急不慌的 解掉了這一波的攻勢 下方這裡大量騎士看一下 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 好 飛機人這裡是補下了軍銀 要來轉重裝長槍兵 大家應該會先點帝王時代 再去轉這個重裝長槍兵 好 帝王要把我補呢 找個地方補帝王時代 好 城堡補下 現在MBL支援量完全不能點帝王 維基人的首推車優勢實在太強大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反超很多支援了 來 看一下維基 維基這邊支援已經贏了一千了 反超一千 這就是首推車的威力啊 好 那臭名書目前也是領先了 領先十三村 MBL這邊是決定要在外面補一根城堡 補在前面的高地 果然不是補這裡 是這裡就是這裡而已 好 那首推車也補下 欸 不是首推車這個輪根 重型 離根 重型跟離 各種念版 OK 那這十二隻騎士 要不要砸一下 預判一下 預判一下 不敢丟 這裡騎士沒事也應該是沒看到 好 但是哈特這邊是有看到的 下面開始往下走 好 重裝長槍兵也升級好了 槍兵升級好之後 這個騎士輸出 都很難去盡情發揮了 好 拆掉這個燒戰 好 維京率先轉步兵 但是維京人的步兵有個問題喔 他是沒有擊兵的文明喔 所以他的重裝長槍兵呢 實質上來說還是遊戲一面喔 槍兵血量最多的文明喔 66低血 但是他有球斬科技喔 還是可以再增加重裝長槍兵 對這個起病的傷害 所以沒有到說完全不能打 但維京人來說 他沒有槍兵 沒有疾病的關係 所以 好奇喔 重裝長槍兵在互打的情況下 很容易打輸對手 正常槍兵是6加4點的傷害 重裝長槍兵這邊是4加4 8點 傷害是差2點 OK這邊投資車 差點被收掉 但是用僧侶直接招強掉了 好 直接點下3級的步兵鎧匠 這邊要打正地戰 巨型投資機趕快開拆城堡 MBL這邊騎兵在這裡 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看要不要再往家裡繞一下呢 好 那維京人這邊轉出了 維京狂戰士 那維京狂戰士這邊血量有點少 只有65滴血 升到精銳也只有7 4滴血 那就是官方應該要讓維京人的 步兵血量再提升一點點 可以讓維京狂戰士到達80滴血喔 他的使用程度會完全不同 好 就維京人這邊發現自己 欸 對手是轉出了大量弩炮 那我就轉投石車 投石車打弩炮 是輕輕鬆鬆的 找到了 好 巨型投資機 好 待會就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 投石車上 巨頭 中投 然後用所有的槍兵 去防守這些工程器單位 那羅馬人要打成這種陣型喔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是轉出軍團兵喔 或是大量百夫長 那百夫長 對上 酋長的槍兵來說的話 打他就還是容易輸喔 所以MBL這邊要打贏 正面是很不容易的 畢竟軍團長 被投石車砸到 還是會蒸發掉 好 正面就要看一下MBL後期的造化 好 這裡使用維京狂戰士 想要去打一些村民 但正面已經為死 沒有機會 後面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好 這裡維京狂戰士 沒有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好 巨型投石機 繼續進攻當中 維京人 補下了新的大學 這裡要轉 弓兵嗎 是不是有在提防 大量步兵呢 現在大量步兵的話 哈特這裡是擋不住的 只能用投石車去擋 槍兵是打不贏 重裝 打不贏軍團兵的 好 MBL這裡還沒有要轉步兵路線 還是想要繼續走騎兵 畢竟已經點了品種了 想要繼續投資 騎兵路線嗎 當然 騎兵路線打維京真的是不太適合啊 但對方如果轉步兵的話 那MBL這裡奴炮也沒有辦法去打對方的投石車 除非有巨型投石機去預判一下 中投 但是現在巨型投石機 忙著在打後方的巨型投石機啊 忙著反擊回去 這邊 重投想去偷砸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砸到呢 還是要硬扛一下城堡的輸出 舞台直接硬點 硬拍 拍掉這個重投 這個重投 有沒有可能 巨頭不是重投 OK 四台巨頭 直接拆除 這邊第一打勾 順利拿下 但是有一台巨型投石機被打掉了 這邊點下救蜀獅翔 可以招降工程器單位 炮上前 串燒 直接硬招 投石車上前硬砸 炸 炸掉了 但是投石車全部被叛變 回去反投 一炸炸掉兩台巨型投石機 MBL這邊的造型打得非常漂亮 後面的奴炮輸出非常開心 但是他有一台投石車還沒有解掉 奴炮遇到投石車還是要往後撤 現在生女的話 只剩下兩隻都在CD 但是最後一台中型投石機也被解掉了 這一波交戰 兩邊都是 血 頭破血流 這個重頭 全部被解光 我已經有點虧了 羅馬人這邊要補更多的生旅 才能防得住 這邊 送掉了一些戰毛兵 又補了一根城堡 MBL這兩個城堡是最後的希望 這邊要來看一下能不能收掉 這邊要考慮打個多線 那這個騎士一直沒有機會去點下重裝騎士 好 他才在這裡補下了更多的農田 看來最後還是要走步兵路線 好 齊兵到後方 這裡大量伐木工 看到傻眼 指尖收村 好 槍兵趕快過來 好 巨型頭死機繼續進攻 重型頭死車 可以拍掉巨型頭死機 但是後方有兩隻生旅 你看到頭死車就開始招響 有機會招響到先砸生旅砸掉了一隻 完蛋 在這邊還有前程科技 稍微能抵抗招響 但最終還是有一台頭死車被招響掉了 好 這裡奴炮大軍 遇到圍巾狂戰士瞬間解掉 好 後方的騎士砍得很開心 但哈特的村民處下降並不多 好 150吋左右 好 這裡巨型頭死機繼續攻城 採取了第五個 五台巨頭直接採取了城堡 前方的工程器製造所也拆掉了 但是哈特自己的城堡也沒了 現在巨頭暴露在危險當中了 但是MBL這裡也沒有足夠的騎兵單位 可以發起進攻 甚至沒有步兵單位的關係 打正面來說是有點吃力的 就算出騎兵的話 對方的酋長槍兵是很難打的 好 哈特這邊是決定要轉出圍巾狂戰士 三級攻也點下了 火馬人這邊是點下了縱形奴炮 縱形奴炮也出場了 好 那手推推補下 火馬人這邊是經濟搞好 二級挖金也點了 二級農田 寶箱忘記點了 但是現在軍事方面來說 哈特是步步逼近了 三個生物都被打噴了出來 好 縱形奴炮 還在後面蓄勢待發 好 軍人頭司機架起來 拆掉這種城鎮中心很快速啊 這個附近沒有拿回來會很傷喔 哈特這邊趕快進攻進化 MBL這邊要想辦法去阻止對手 但現在要轉出軍團兵有點不切實際 因為自己的Law有點少 而且升到軍團兵還需要一段時間 所謂MBL有辦法先暫時夾住 然後趕快偷偷轉軍團兵出來 才能正面打贏 現在哈特這邊的部隊了 通常長槍兵數量有點多 圍巾狂戰士 現在有七隻 好 雖然奴炮打步兵很方便 但是遇到中頭就不方便 還好羅馬有救贖思想 趕快招 欸 招到一個吧 沒有辦法 還好這個奴炮有彈道血 很猛 好 奴炮現在串燒得很開心 後面三台中頭是關鍵 這中頭要是能砸到奴炮的話 要不要先砸生鋁 先砸一發砸中頭 第一時間去砸後面生鋁 但是有一台被招走 但還好還有兩台活下來 中頭兩台活著 後面可以繼續進攻奴炮 奴炮這邊只能選擇拉打 欸 結果進攻方變成MBL了嗎 突然進攻下方城堡 但是這裡的防守並不多 很容易被騎士或是步兵 直接A過去 趕快要把奴炮集結在這裡了 但是正面家裡也是岌岌可危 有非常多的槍兵跟巨型投石機 在拆除更多的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越來越少 而且正面的巨型投石機 也被拆除完畢 MBL這一波送的有點大波啊 哈特這邊多線打得非常漂亮 槍兵也在繼續出 但是維京狂戰士打村民速度很快 而且現在維京人 每打一隻村民都可以加五塊錢 現在黃金已經爆量了 黃金來到兩千八百塊 實物以後兩千七百塊 哇 維京的經濟直接起飛 好 這邊MBL還是不放心 想要用自己的百夫掌 去擋住步兵大軍 但是這邊巨型投石機 拆除作業拆除得相當順利 好 這間MBL輸人不出陣 你供我家 我也供你家 直接執行個換家作業 那這邊換家會順利嗎 這裡是完全沒有抵抗之力的 這裡只有少量的百夫掌 但是巨型投石機的問題 依舊沒有辦法順利解決 好 哈特這時候停下了步兵鎧 騎兵鎧 想要一些先騎兵去抓村民 好 左邊這裡 右邊這個城堡蓋好之後 哈特有想法嗎 要理還是不理呢 是我就不理 繼續專注控前線 你現在家裡被我鬧成這樣子 要重新濃郁撥巨頭出來拆 需要一點時間 我只要給你更多的壓力 你就不能進攻我家 那根城堡只是個中式品 OK 這邊巨型投石機 五台開拆 哇 這五台非常的有給力 拆得何快 但是這邊好像會擋不住 怎麼會這樣呢 百夫掌這邊努力輸出 但是重裝場槍必須 這讓有夠多MBL的奴炮 也被步兵給貼到 也被貼到之後 奴炮全部掛彩 但是後方有更多的奴炮出現 好 現在用奴炮 想要擋住大量步兵 是OK嗎 現在上方已經一片狼藉了 MBL的村民已經只剩下100村不到 後面補下了城堡中心 更多的農田 巨型投石機很無奇 看到所有建築物 一棟一棟的拆除 好 右邊這根城堡 一台巨頭都沒有 全部都在出百夫掌 在燒了家裡 好 第一時間哈特也是被燒了一些東西 確實百夫掌做到了一些效果 好 這裡少量騎士 應該可以收掉這一個巨型投石機 搞定 哈特這裡防禦來說 算是做得還不錯 家裡開始有回救的跡象 但是臭品術還是被殺掉了一些 好 這裡牆壁趕快回來救一下 好 阿特把自己的2000多路的庫城全部發光了 點下二級以上 好 巨型投石機還在工程當中 但奴炮已經漸漸成型 MBL覺得自己還能 還行 這一波並沒有到不能打 這個自己希望還是很大的 但是問題是他要怎麼反擊回去這些巨型投石機呢 好 奴炮打下巨型投石機 傷害並不高 大概沒有到一滴血的程度 算是兩滴血 好 白波長這裡被戳爛 直接死光光 好 上方的圍巾狂在世 還在騷擾 上方的區域還有少量的村民沒有被抓到 這附近還有一些城堡可以守住 好 兩邊都是被騷擾到了一些 好 MBL 這裡一棟城堡應該要被拆掉了 哈特三台巨頭已經架起來 這邊要駐守一些槍兵 OK 這裡有 左邊的位置 看一下這個金礦 這個金礦相當關鍵喔 只要繼續守住這個金礦 MBL就會遲早會斷金的喔 現在要黃金一定要突破買賣 每次買賣都會讓MBL感受到極大的痛苦 因為資源量會非常緊繃喔 好 右邊的百夫掌還在輸出 這裡居然還有百夫掌 好 順利拆除了這根城堡 最後 MBL 拿了一些少量輕騎兵想要過來看 發現根本沒有辦法突圍成功 這裡槍兵太多了 好 家裡的問題解完 正面要繼續進攻了 有盧炮很多 但是我的中頭也很多 中頭壓制盧炮 非常輕鬆啊 這個小心 這個提到地板了 再繼續砸下去會出事 好 這邊想要用七七兵去解中頭 有點困難喔 MBL這裡有點尷尬 沒有生旅 沒有辦法招搶投資車 好 七七兵打噴出來 家裡還在用百夫掌出去騷擾 希望可以把哈特打到村民殘掉 但是要先殘掉的感覺是MBL啊 MBL後面補下了更多的城市東西 當然想要回農一波 當然這裡回農又是如何呢 這裡的金黃被拿掉 你沒有黃金 你只有木跟 木材 木槽跟食物 那要怎麼打啊 難道MBL有對策 沒黃金的羅馬打法 讓我想一下 似乎是零欸 就算出洛馬 好像也沒救 好 這裡有 欸 有生物可以搬回去 難道這是他最後希望嗎 好 新奇兵上前 拆掉一台 還不錯 最後還是有拆掉一台投資車 拆一台投資車要花到五百多肉阿 相當不划算阿 好 黃金 開始有生物慢慢產生出來 MBL搬家搬得很勤奮 從左邊再往上搬 那待會HART開始要全力進攻上方的地方了 送物剛撿完 修道院的李爺生物又被打噴出來 好尷尬 好 HART這邊買賣一波 賣了1500的木頭 換取了287塊的黃金 現代資源喔 三種資源都有破兩千阿 在慢慢耗也可以耗失MBL MBL這邊非常頭疼 啊 還挺到這個 MBL的經濟看起來是 快要撐不住了 好 這裡大量的奴炮 最後一戰 槍兵 往前 但投資車開始要往後拍 哇 這裡直接拍掉了大量奴炮 奴炮直接死車影片 投奴車現在只剪掉了一台 但是奴炮已經死了10台以上 MBL最後的零壓 要消失了嗎 好 清洗兵從右邊衝鋒 MBL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ART拿下比賽勝利 哇 最後是由 維基人的投資車 砸爛了 羅馬人的奴炮 這個遊戲還是遊戲相克 這個冰種相克還是蠻嚴重的 投資車雖然沒有重頭 用重頭的話 還是很好解掉奴炮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ART 維基人拿下比賽資源勝利 我贏了快要一萬股資源 那軍事人來到1.09 其實MBL的KD也不差 他也是抓到了很多村民 但是正面辭職無法打贏 畢竟這裡有太多的步兵 那羅馬人如果這邊打軍團兵 我覺得是稍微有一點點有機會的 然後再搭配申旅招降後方的攻城性 然後用軍團兵當作扛線的單位 如果申旅被投資車砸 那你的軍團兵就有機會摸到了中坡 那如果你是用百夫長跟七騎兵 用機動性的方式去打的話 會能夠被維基人的槍兵給戳到頭破洗流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